韩国人为什么这么讨厌中国啊 还是其实只有小部分人讨厌 但是就被媒体夸大 那些什么问卷资料啊 统计资料都是造假 为了说叫反装情绪而去做出来的呢 大家好我是卫生人 今天我来讲一个非常非常辛辣 而且其实我这个很早以前 今年年初的时候就很想要 也不是说很想 我很犹豫要不要做这件事情 就是韩国人讨厌中国 我相信你们应该心里也有去体验 首先我跟大家声明说 其实我不喜欢用仇恨的方式 来面对任何一个国家或者是族群 我自己很期望大家可以用比较宽容 很包容的态度面对过去的一些错误 但是我也想要让大家了解说 现在目前的韩国的状况是什么样子 那大家普遍都知道 韩国人不太喜欢日本吧 但是我们看到韩国人最爱旅游的那些城市 可以看得出来 其实韩国人嘴巴说很讨厌日本 但实际上其实也是蛮喜欢 蛮享受日本的文化的 但是近几年 韩国的反中情节 我觉得蛮明显的 甚至在今年的五月份 有一家媒体叫西沙影 他这个媒体做的问卷里面 韩国人普遍讨厌中国的比例 更胜过讨厌日本的比例了 一方面觉得不意外 那另外一方面觉得蛮遗憾的 那遗憾的点在于说 东亚这几个国家 外出可不可以好好相处呢 那另外一个点是就是 韩国人怎么又讨厌 又讨厌了又仇视另外一个国家 希望这样的风气尽早解决了 那首先我介绍一下西沙影这个媒体 因为其实大家知道很多媒体都有他们的立场 那韩国的政治光谱之前有介绍过 韩国是左派比较亲中 右派比较亲美 那西沙影这个媒体的话 他是比较被归在左派 他做的这个统计的话 基本上应该他也没有必要 硬要去告诉大家说 韩国人反中 所以其实他做的这个问卷 应该大家不要去想说 应该是媒体造假 那他们做的统计里面 就是针对韩国的民众问了 对北韩中国美国日本的感情 他用把这个喜好度转换成一种感情温度来显现 100是非常非常喜欢 0度是非常非常讨厌 对美国的态度是57.3度 就是一半以上的人都普遍都觉得对美国有好感 那对北韩的话 那当然就是大家都不意外 28.6度 这是2020年5月份的资料 那你看对北韩的态度一路下滑 在2018年的时候是43.6度 然后2018年下半年的时候是48.7度 一路下滑到现在是28.6度 那对日本呢 对日本是很有趣的 在2019年的时候跌到谷底 21度 那因为这时候正式的那个贸易章开打的时候 但到现在其实是有点反弹了 在2021年5月份的时候是28.8度 那对中国的话也是一路下滑 今年度是26.4度 所以这四个国家里面 比起日本比起北韩 韩国民众显现的是感觉更讨厌中国 那在政治倾向上 这些受访的人里面 如果是比较偏右派政党支持者的话 那当然对中国的态度是更不好 没有错 但是即使是左派支持者 也没有好到哪去 韩国的最大的左派政党 就是现在的执政党 叫陶波罗民主党 他的支持者里面 对中国的感情温度是27.7度 那现在韩国右派政党里面 最大在野党 是他们的支持者 对中国的感情温度是24.4度 无论是左派右派支持者 其实普遍都对中国是不喜欢的 那至于为什么不喜欢呢 那可能很多人会觉得这是被媒体炒作的 但是其实我自己的亲身观察 是觉得韩国人的真实生活体验中 跟中国人或者跟中国相处的感觉 其实不是很好 这让韩国的政府 尤其现在执政党也是蛮困扰的 因为现在韩国执政党不就是想要 跟中国好一点点 一起来解决北韩的问题 所以大家不要觉得说韩国政府 在故意在操作这件事情 那我们来看看 韩国人对中国的问题 感到非常非常不喜欢的议题 第一名是那个雾霾问题 因为韩国离中国很近 而且中国的北方就有那个黄土高原 从那边飞来的那个黄沙 还有那些工厂的那个废弃 所以这个雾霾影响到韩国之后 韩国人就很不开心 那第二个是疫情 韩国人对中国政府处理的态度 其实非常不满意 普遍的韩国人觉得说 是中国政府一开始没有做好 我自己是觉得 这可能也不是故意的 我相信不是故意的 但是确实这个问题 让全世界其实波及太大了 好那再来下一个是非法捕捞 就是韩国跟中国中间有加黄海 对不对 韩国人称它为韩国西海 毕竟就两国就在临近 对不对 但是中间就有一些区 就有些中国的渔船 会跑到韩国的水域去捕捞 就我所知 其实我有记忆以来 一直听到这件事情 但是这个问题 有闹的比较大的事情是什么 曾经在2016年的时候 中国有一些渔船 就跑到韩国的经济水域之后 韩国的海景想要把它驱逐走 中国的渔船就把海景的快点给撞 把它给撞成 那后续还发生什么事情 在2019年的时候 也一样就是 中国的渔船跑到韩国的 韩国的海景在驱赶中国渔船的过程中 中国渔船边逃边丢斧头 你说这件事情 韩国人的立场看了 是不是很变瘦 那我会觉得临近国家在这种问题上 普遍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其实一般政府的船指头 可能就会是用驱逐的方式 警告驱逐的方式 但如果你出现一些暴力的反抗的话 可能就比较糟糕一点 第四名是中国网友仇喊言论 就是我们上一次讲的 什么端午节 还有之前的孔子这些问题 不止这些 韩服问题也好 浩菜问题也好 在网络上闹很凶 我觉得这个是两边很幼稚的网友们 被吵来吵去 现在讲我的想法的话 韩服是韩国的 韩服是中国的 就没什么问题 韩服也好 汉服也好 那种样式的服装 不就到处都是吗 一片布这样盖起来盖起来 要绑起来 那可能有裙子是套在外面 那有的可能裙子套在里面 那泡菜的问题也是一样 如果你的泡菜定义是 腌制的发酵之后可以长期保存的蔬菜的话 全世界各地都有啊 那如果你说哪里是最先做出来的 就我查到的这一段 应该是美索布达米亚 因为他们是全人类里面第一个农耕社会 但是这里面有一个问题是我的观察 这是我个人的意见 因为中国有朝鲜族 以中国人立场常会觉得说 只要是现在的中国里面的任何的民族 全部都算是中国的 朝鲜族到底是怎么来的 这个我查到了一个中国官方的资料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 的网站上面的资料 它介绍朝鲜族的历史 说朝鲜族是由乡邻的朝鲜半岛陆续迁入 定居东北地区而逐渐形成的 我国跨境民族之一 1982年全国人口普查时发现 早在明末清初 有一部分朝鲜族的祖先 就已定居在我国 华北东北境内 他们在当地定居已有三百多年的历史 我们举个例子好了 好几代以前 就有很多华裔的人都移民到了美国去 然后美国说 因为他们是美国人 所以这些唐人街的东西 全部都是美国的文化 这样不是那么奇妙 他是来自于中国 虽然现在是美国人 那他就是来自中国的文化 所以在这一点上 中文为了巩固内政 把各族的文化 想要融合在现在的中国文化里面 我觉得这是能够理解的 但是就是有些手段上 希望可以稍微留意一下 其他周遭国家的一些感受 那再来第五名是 针对中国的政治社会体制 那这个大家可能会觉得说 关韩国人什么事 我确实也觉得 这可能是一个比较内政性的问题 但是可怕点在于说 中国太大了 我自己的就近观察的感觉是 以前中国一直以来都是这样的社会体制 但是近几年随着中国的经济也起飞 国力越来越强 甚至在一些政治问题上 感觉会影响到韩国国内 就是比如说SAD问题就是很明显的 这个就是因为中国的国内的政治 和社会体制导致的后续的问题 而且确实会影响到韩国人自己的生活 下一个问题是说 中国处理两岸问题的这个手段呢 让韩国在旁边看的觉得很毛 那这时候中国朋友可能会觉得说 两岸问题是内政问题 我后来就不讲好了 大家都知道是怎么回事 所以韩国身为一个在中国旁边的小国 一定会很怕 我觉得这是合理的 好那所以这些问题之下 你们猜一下 你们觉得越年轻的会越讨厌中国呢 还是越年纪大的越讨厌中国呢 年轻的嘛对不对 因为其实年轻人 是更容易接触到中国人 我不知道大家会觉得 是不是意外的了 因为其实以前韩战时期 北韩跟南韩对立很严重的年代 就是中国不都站在北韩那里吗 所以也有些人是因为这样而讨厌中国 但是反而现在是年长者普遍 对中国的态度是还不至于那么糟 我们看2004年到2016年之间 韩国人对中国的感情变化 2004年到2012年之间是慢慢下降的 但是在2012年之后甚至去反弹之后 就是对中国是好感的 那在2016年的时候是60%的人觉得说 哦中国是不错的 所以韩国不是压根子讨厌中国的 那什么事情让韩国人开始 对中国有这么大的反感 除了刚刚前面讲的那些东西之外 我自己的观察 关键是在SAD问题之下的 中国政府的反应 因为如果你说跟中国人的那些相处啊什么的 其实在SAD问题之前也很多啊 韩国靠中国游客赚的那个观光财 也是非常非常多嘛 大家知道就是中国游客往往会在各国造成一些困扰 对不对 像韩国呢 季州岛尤其是深受其害怕 季州岛一些观光景点还有机场 到处都是垃圾 那即使是这样的时候 2016年SAD问题爆发之前其实不变难 多数人觉得中国是友好的 但是你知道SAD问题让韩国人彻底一切心 但可能中国的政府的立场 我觉得也多多少少能够理解 因为SAD对中国政府是一个蛮大的威胁没有错 但是后期对韩国的态度我觉得是确实有点过 大家心知都明 韩国不就是夹在美国跟中国中间的小国吗 外交国防这个问题上 韩国往往都胜不由其 你明明知道这个问题背后应该是美国 那你为什么对韩国这么狠心 SAD 배치에 불만的 품은 中国的 한류 제한영 就是韩国的高度 中国的高度 中国当局 最近 陈海的外交部的亚洲四的副司长 他把三星集团的副会长 还有乐天集团的副会长找过去之后 开个会 他里面有讲到说 你们作为一个小国怎么可以对抗大国 如果这个SAD问题 你们没有处理好的话 我们会以一个断交班的手段来对付 这一番言论让韩国人特别特别受伤 过去在韩国的中国的外交官的表现 其实一直都不太好 在韩国中国外交官的酒驾的记录 就是媒体有报的 有很多是没有报的 被爆出来的就有2003年 2006年 2008年 甚至2021年 都有中国外交官在韩国酒驾被发现 还有在2016年的时候 中国外交官在明洞的一个中餐厅 有了一些淫乱的行为 就让女生抓他们大腿 就是手伸进内裤里面 还跑到厕所里面发生关系之类的 这件事情还能不破坏中国人的形象 而且你们知道 就在今年吧 比利时的大使的太太 在韩国的白王寺逛街的时候 甩了电源 然后大家就想说 关中国什么事 因为太太是中国人 这样的一连串下来 你是不是就把韩国 设为一个凡属国 因为你们是天朝上国 所以就乖乖乖的 被中国欺负 那这样的言论 其实就不用扯远 我们的影片下面 也有一些中国网友 会留类似这种言论 承认你是大 但是你就用过去几千年 对凡属国的姿态 来对韩国人 现在韩国人的民族 是绝对不容许的 再次跟大家声明 我希望亚洲这几个国家 可以好好相处 不要用过去的傲慢 几百年前的那种关系 我们不是用在现代 我相信只要 中国的官员也好 中国的朋友们 不只是中国 各国人都要学习 尤其像现在 网路这么发达 没有像以前 国际很明显的 这样的时代里面 我们每个人都应该 要学习如何去 尊重彼此的差异 这是我想要 跟大家分享的内容 那今天我准备的内容 就到这里 喜欢我们的影片 请记得按赞订阅加分享 请记得打开小铃铛 我们下次再见咯 大家拜拜 那我相信 相信会变好 因为我也认识很多 很有文化的 很有气质的中国 但怎么说 就是人就太多了 在韩国也好 在网络上也好 那是太容易遇到